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是這裡的一個重點 叫做勒沙特勒原理 勒沙特勒原理的意思就是指的 如果有一個反應 現在一個可逆反應 現在已經達到了平衡的狀態 但是呢你做了一些改變之後 那麼這個反應會怎麼辦 所以以達平衡的可逆反應 受到改變之後會朝抵消改變的方向進行 好 這叫做可逆反應 這叫做勒沙特勒原理 我記得口訣叫做取有餘補不足 取有餘補不足 這其實也很正常 你改變了A 你就朝抵消A的改變A 抵消改變A的方向進行 如果是朝那個增進改變A 它不是越來越反越來越反 沒完沒了了嗎 所以這樣子也算正常的 然後我們說取有餘補不足 A加B會變成C加豬 C加豬會變成A加B 假如我讓A變得比較多 多的就送給少的 取有餘補不足 如果我們的豬變得比較多 多的就送給少的 好 取有餘補不足 那也有人講法叫做水往低處流 往少的地方動 往少的地方動 多的往少的地方動 所以叫做取有餘補不足的意思 然後我們舉例 比如說我們改變物質的量 增加物質的量 如果我增加 那麼我們就朝 會讓它減少的方向進行 如果我們減少就會朝它增加的方向進行 舉個例子 是我們這邊以前學過的 硫酸酮 晶體跟硫酸酮粉末 含水硫酸酮晶體藍色 無水硫酸酮粉末 白色 白色加了水會變成藍色 所以如果我加了水 加了水 我們的反應會朝左還是朝右 我們先講朝左朝右就好 好 我們反應會朝左進行 還是朝右進行 9號 9號 朝左邊進行 請坐 朝左進行 因為呢 你的水 你水多了 右邊這個水多了 多了就往少的走 所以會朝左進行 然後顏色看上面就知道了 什麼顏色變什麼顏色呢 白色變藍色 有水就會變成藍色嘛 那反之如果 把水加熱 把水去掉 那反應就會朝哪邊進行 那就很正常很簡單 哦 哦 反應朝右進行 請嗎 反應就會朝右進行 因為顏色就會怎麼樣 朝右邊進行就會從 藍色變白色 這也很正常嘛 就是 有水流瘡同加熱會變成白色 藍色變白色 正常 OK 來考試的題目 有人就問你 有人就問你 反應會朝左進行 朝右進行 或者是說正反應速率增加 或者是逆反應速率增加 有人就是問顏色 所以從現在開始 從這個 以前學過的 還有當回會舉的所有的方程式的所有顏色 你全部要背 好 當回所舉的 這裡跟當回所舉的所有方程式 所有離子顏色 你全部都要背 有人就會問你顏色怎麼變成什麼顏色 目前我都寫給你看 考卷的題目不見得有寫給你看 好 改變濃度 好 這是兩個重要的反應 常常考的反應 第一個反應叫做繡水 繡加水 然後HBR BR附加這叫做清繡酸 然後HBR叫自繡酸 所以繡加水會變成清繡酸或者是自繡酸 你把繡改成綠就變成綠加水變成清綠酸或者是自綠酸 反應基本上是一樣的 下面這個叫做個酸 個酸根 個酸甲 然後呢變成二個酸根 二個酸甲 黃色橘紅色 好 那這個裡面我們來改變濃度 我如果增加濃度就會朝降低濃度的方向進行 如果我降低濃度就會朝增加濃度的方向進行 好 方程式寫給你看 我目前都寫給你看 目前也都把顏色寫給你看 但是考卷上 吳建德會有寫顏色給你看 所以你要把它背起來 背起來 繡是暗紅色 繡離子無色 個酸根黃色 二個酸根橘紅色 好 我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如果我增加清離子濃度 在第一個式子 繡水的反應裡面 如果我增加清離子濃度 請問你 反應會朝左還是朝右進行 好 我增加清離子濃度 反應會朝左還是朝右 32號 左邊 朝左邊 請坐 你說會朝左邊進行 這裏的右邊是清離子 增加清離子 右邊變多 多的往少的走 所以就反應朝左進行 上面已經寫好顏色了 所以從無色會變成暗紅色 這可能是問什麼顏色變什麼顏色 也可能是問顏色會變深還是變淺 無色變暗紅色 要做變深 變深 那這是一式的情況 那如果是第二式呢 各酸根的這個例子 各酸根這個例子裡面 如果加酸 反應會朝哪邊進行呢 朝左還是朝右呢 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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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請坐 你說會朝右邊進行 因為這裡呢 左邊是清離子 在左邊增加清離子 多的往少的走 所以就會 反應就會朝右進行 然後看顏色就知道 黃色會變成 硫色 那所謂的加清離子就是加什麼意思 就是加酸的意思 所以我們題目上可能是我們加酸 我裡面低鹽酸或者裡面低硫酸 就加酸的意思 加清離子就是加酸的意思 OK 那如果現在不是加氫離子 我們是加氫氧根 也就是加鹼 往裡面加鹼 加氫氧根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說酸鹼會如何 中和 所以呢 加入氫氧根 它就會跟清離子作用 然後呢 反生酸鹼中和反應 也就是說 如果你加了氫氧根 就會使清離子變怎麼樣 變得比較少 變得比較少 那如果你加了氫氧根之後 第一次 嗅水的反應裡面 會朝哪邊進行呢 右邊 二十二哈 右邊 二十二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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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加了氫氧根之後 會使氫離子變少 所以第一次的右邊會變少 多的要補少的 水往低處流 往少的地方動 所以它就會往右邊動 往右邊動 所以看上面寫顏色又怎麼樣 就是會從 二紅色變成 有人說我們顏色會變得比較淡 會變得比較淡 那如果是在二四呢 如果是在二四裡面 如果我加了減 請問你 反應會朝哪一邊進行 反應會朝哪一邊進行呢 Number 4號 四號 左邊 往左邊進行 左邊 你說 你說會往左邊進行 因為這裡的左邊是氫離子 所以加氫氧跟左邊變少了 水往低處 它就往少的地方動 所以朝左進行 看上面的顏色又知道怎麼樣 從橘紅色會變成 黃色 好 再說一次 我現在在教你 所以我都把顏色寫給你看 但是這個是你要背的 考卷的題目上 顏色不見得會寫給你 你自己要知道 自己要會背 所以其實你要把這裡的所有的 都背起來 你把方程式背起來 把顏色背起來 當然 重點是要學會 如果我改變之後 反應會朝哪一邊進行 前面講的是 改變物質的量 有加水 沒加水 把水去掉 然後呢 改變濃度 氫離子濃度 或者是什麼樣來改變 OK 就是這裡的部分 請問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 很好